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种落差感受最为明显的人 中国足球必须向这些足球强国学习 但我也知道中国足球一直在进步 如果把中超连赛跟英超得假对比 肯定有差距 但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中超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连赛 托西奇说 中国球迷的热情让托西奇印象深刻 中国的球迷很棒 希望能继续保持下去 我觉得在中国足球场还不够多 此外在训练的时候 我希望能和球迷更亲近 我希望这能改变 我知道中国足球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世界杯上了 你们现在有很好的教练礼皮 下一届世界杯 你们一定会出现在那里 中国人民需要世界杯 他说 提到首次赛世界杯应用的VAR技术 托西奇表示 塞尔维亚对瑞士的比赛中 应该判给塞尔维亚点球 但VAR却无动于衷 这让我们世界杯出局 命力有时钟需要 命力无时莫抢球 这就是足球吧 托西奇有些无奈的说 本赛季中潮也引进了VAR 我还需要多提几场比赛 才能判得VAR对中潮的影响 目前来看这里对VAR的使用方式和世界杯差不多 托西奇已经为复利出战两场中潮和两场足球杯赛 当被问了中潮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本土球员是谁时 托西奇说出了恒大的29号 他认为高林是目前预见的国内最佳球员 目前为止我认为是高林 那要多给我几场比赛卡卡 因为很多对手我还没有预见过 他说 球风实用的塞尔维亚球员 曾深受中国球队喜爱 随着近些年中潮加大投入 物美价廉的塞尔维亚球员 渐渐淡出中潮赛场 今下古德利离开恒大后 除托西奇外中超赛场 仅剩长春亚踏发源配一喜诺维奇 我们国家有很多好球员 我希望未来两到三年中超赛场 能有十名塞尔维亚球员 托西奇笑着张开两个手掌比划 自然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再次进行文将的优优独自合 员 瘍 云